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仍然相伤 真诚是我心情未变亚 来吧 看吧 尽共一生不可怕 尽共此生不愿 不悔不恨 我要教好希兒 我不能再讓她這樣胡作妄為了 對, 我爹陪你去 我們左右夾功, 糾正她的正途 洛仁大哥 你覺得我這樣做不對嗎 怎麼會呢 這次是你一家團聚的好機會 我怎麼會反對 雖然西宮在皇上身邊 但是皇上也知道錯了 更求你回宮做皇后 我想這次你回宮 應該不會有甚麼問題 是 希望 那你慢慢 她知道你做皇后 就不開心了 大妹 如果你不肯面對的話 只恨她辛苦 她已經等了你十八年了 你跟她說清楚 讓她沒有心存希望 是 洛仁大哥 收拾好東西 幹甚麼 傻瓜蛋站在這兒 其實十個女人 穿了九個就像我那樣傻傻地 想了就去做 尤其是她對感情 永世這麼死心眼 我記得我跟你說過 如果真正喜歡一個人的話 無論那個人對你怎麼差 多不好也好 你都會死心塌地 不離不棄地留在我身邊 你記得嗎 記得 原來我就是那些人 大妹 你對皇上真的還有期望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為了丹爾和希兒 我這次真的一定要入宮 洛仁大哥 我知道一直以來 你都對我很好 不過我真的很想你開開心心 找一個好妻子 我今年四十幾歲了 哪有大姑娘肯教我 你為甚麼這麼說 你這個人這麼好 又這麼好心地 是你自己不要的 如果你要的一定找到的 那好吧 好, 由明天開始 洛仁大哥就要努力 滴起心肝找一個大姑娘 真的嗎? 好, 那我做妹妹的 就祝你成功 好 乾杯 好晚睡, 我這麼早就叫醒人了 一天到黑掛著睡 你快連太子也不能做了 你說甚麼 問問問問, 你問這麼多做甚麼 你父皇現在認回以前的皇后 那個女人現在說要入宮 還帶兒子回來 你說, 我是不是要甚麼都給他回來了 我聽人說 以前那個皇后 不是被父皇判罪斬了 我還以為是 誰知道她大難不死 真是說也沒人相信 總之以後在宮裡 你要聰聰聰聰聰聰 千萬不要讓那個女人 誠虛而入 雲妃娘娘請 參見雲妃娘娘 皇上, 文妃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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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兒向父皇請安, 行了… 向兩步吧 遲就遲, 你以為父皇 會怪罪我們嗎 近妃娘娘到 怎麼會這樣 為甚麼你這個醜八怪 和這個乞丐呢 放心, 還不快去母后請安 皇上請釋路 太子蓮少起勝 少不免也會衝動胡說話 父皇, 蓮少無知 更應該及早糾正 如果任意縱容的話 就只會越做越過份 到時受害的就是黎民百姓了 你分明就是想報復 想侮辱我 父皇, 我跟皇太子 的確確是有過節 不過我並沒有報復之心的 皇太子的囂張任性 不分尊卑的行為 皇上, 你有莫共睹的 我只是依你直說而已 丹兒說得對 你還不擺在我母后皇兄借嘴? 你, 不用在意 母后平時怎麼教你 還不快去母后道歉? 母后 道歉 請輸罪 行了, 母后又怎麼會怪你呢 氣死我 到底你跟黑坦頭有甚麼過節 歸他這麼多事 阻頭阻勢, 我就要捐個父皇 他一來就讓我下馬威力 我看你很久了 母后, 那個臭八怪 真是以前的皇后 是 這個女人跟你母后十冤九仇 以後宮中就多事了 我小時候派她娘母子 帶回娘子就殺了她 我不准你這樣 我怕你又再出事了 幫她保護她 是, 娘娘 太子 喝一口茶, 先順道氣吧 三波姐 氣死我了 可以見到皇后實在太好了 小小, 你也坐吧 對了, 坐吧 坐吧 正, 皇后 對了, 皇后 明明行刑那天那些人說你… 算了, 這些事已經過去了 別再提了 這叫好心有好報 來…我們大家乾杯 乾杯… 對了, 太后別來無恙嘛 自從皇后你不在之後 太后也沒心情留在宮中了 還有, 免得見到我近飛多眼督鼻 雖然一年裡面有十個月出去 前幾天才走了 如果太后知道皇后你回來了 一定會很開心 有沒有人通知太后 也不知道她去哪兒玩 其實不用通知 皇后回來這麼大事 全城都知道了 肯定太后已經收到消息趕回來了 對了, 皇后 你這次回來 打算怎麼對付那家妃 冤家疑解不疑見 算了 還有那個太子希 阿希的身份 你們不可以跟任何人說 知道嗎 近飛娘娘 整晚有甚麼婚夫奴才呢 你去告訴皇后 我要去見她 是 你跟她說 說娘娘已經上床休息 沒空見她 小小姐姐 如果今天回去回覆娘娘 是一定會煎我沉皮的 麻煩你幫幫忙 沒有, 都沒有了 甚麼事這麼吵 那個近飛娘娘 我要見皇后你 這位公公 請你回去回覆近飛 請她過來 是, 娘娘 皇后, 你要小心近飛娘娘 她這麼晚來找你 一定有陰謀的 我知道了 近飛娘娘求見 在那邊 姐姐 你們兩個先出去 是 是, 皇后 姐姐, 你肯見我 我真的很開心 你終於都苦盡這麼久了 你這麼晚來 不會是為了罪咎 楚楚, 你到底想怎麼樣 其實我這次來 真的很希望大妹你 肯給我一個機會 讓我可以重新做人 我自知今世罪孽深重 無論怎麼說 大妹你也不會原諒我 大妹, 我求求你 你成全我, 你讓我死 你不要再跟我來這一套了 大妹, 我認真的 這十幾年來 雖然我吃好住好 做錯事固然沒有人罵 但是做好事也沒有人管 開心和不開心 都是我自己一個人過 我真的很寂寞 但是我知道這些事 全部都是我自己拿來 全部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既然知錯 為甚麼你要立心教壞欺兒呢 沒有, 我知道我自己 真的很對不起你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可以在欺兒身上補償 但是我怎麼也想不到 原來我這樣反而是縱壞了她 我真的很對不起你, 大妹 我知道錯了, 是我沒用的 算了, 不要再搞病 大妹, 你成全我 你給我一個機會 讓我解脫, 大妹 你真的這麼想死? 是, 其實我一直都想死 但是有兩件事 我真的放不下 一個是欺兒 我真的很捨不得她 我真的視她如己出 另一個就是親生兒丹兒 我真的很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可以再見她一面 我終於可以再見她 而欺兒也可以回應你 我真的沒有牽掛了 大妹, 你成全我 那好吧 你不是很想死嗎? 你根本就不想死 你根本就是幫我的同事 你根本就是幫我的同事 讓我不要再追究以前的事 你不要再跟我來這一套了 不是, 我根本就不想再跟你糾纏我 我知道你不想我認回欺兒 讓你可以繼續做太子娘這個位子 錯了, 究竟你甚麼時候才知錯 我知錯了, 大妹, 我真的知錯了 你走吧 這次回宮我只希望可以慢慢教好欺兒 其他的事我不會跟你搶 難道你連欺兒也… 是, 我不會回應她 那你放心吧, 請回 你放心吧 村不可防, 嫌不可食 上塞下落, 幫倒傾意 皇上駕到 皇兒參見父皇 皇兒的意思是 大宋能夠國泰民安 就要被百姓宣洩他們對朝廷的不滿 將有負百姓的朝臣 加以嚴懲的話 就自然能夠平息民怨了 說得好, 還政於民才是治國之徒 朕有你在身邊相助 實在太好了 皇兒只是只顧照聖人之言 丹兒, 平息民怨的重任 就交給你去辦 我一定會盡力而為 但恐怕憑我一人之力 不足夠應付 你想多少人幫你忙 人不需要多, 但要適合 恕皇兒直言 現在朝中小人當道 百姓所願的就是他們 你怕他們為求自保 會從中作梗 幫不了你, 反而誤了事 皇上, 你真的不用再求你 我不會再做了 某人, 我只想你作單言一臂之力 你這樣也不好 皇上, 我真的不想再做官吶 我又不是沒去過皇宮 開港又說半軍如半虎 我天龍也入過了 幸好福大命大 不然命也沒有了, 皇上 皇上, 你還對當年的事 僅僅於懷 我知道是我不對, 你要怎麼補償 皇上, 我又不至於這麼小器 我不幫你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我如今做慣乞兒反做官 我從相落, 真好, 又找到兩餐 又可以憂哉猶哉 如果做官的要憂國憂民 好相同的皇上 皇上, 你還是請回吧 我要睡覺了 既然你這麼堅決 我也無謂強人所難 打擾了 不送了, 皇上 起來 起來 幹甚麼, 三叭半夜 能夠為國家為百姓效力 是你的光榮 你怎會... 你偷聽爹說話 甚麼是光榮 這種官你爹不做了 很多人做 你以為你爹真的很擅長 對了, 你爹走出來 就在國泰文安 人人有飯吃, 人人有書讀 你以為是神仙嗎 那你是最適合有人選 要不然, 人家怎會堂堂一個皇帝 書尊幹貴求你全日 你...自私精嗎 我自私? 他有心的就多多求求 我自私, 別說他沒有誠意 那你這麼說 是不是如果他多求求你一次 你就答應 最重要的是皇上真的有心改革 做福百姓 這樣你爹把命都給我做 是嗎? 一言即出 駱人, 你說的是不是真的 爹, 又是你經常都教我的 一言即出就司馬難追 你也知道嗎? 駱魚大不中流 太好了, 氣死我了 我身為太子 有甚麼理由一個月 花多少錢都要閒著 讓你知道, 我還有面子 面子是小, 小人恐怕 遲些連拳也沒有了 為甚麼? 皇上已經找任了丹大哥 去民間調查 會搜集一些 官員欺壓百姓的資料 你有沒有聽錯 他入宮沒多久 這麼快就被他參與正事? 這件事是千真萬確的 皇太子, 你以後要小心點 幫太子拿去洗吧 是, 皇后 希兒 太子 你在找甚麼 母后看你的房間這麼亂 就幫你收拾一下 這麼亂?我是終於這麼亂 希兒 你知不知道 人的脾氣呢 很受到處的環境影響 如果地方整齊一點 人也會平和一點的 那些脾氣是這樣的 關你甚麼事 母后也是想你好 想我好嘛 你不要自由打我 你不喜歡就算了 喝燕窩吧 你不喜歡就算了 你想怎麼樣 那頭叫你女兒上個拳 現在對我這麼好 傻瓜 別罵 雷公會劈的 走呀走呀走, 不想見到你 走 走呀 娘 娘一定不會放棄你的 輪到你了, 大嬸 好呀, 我終於沉冤得雪了 我先進去吧 是呀 是這麼多了嗎 是呀, 謝謝 這位大嬸 我一定會替你討回這個公道 你放心 謝謝你 是這樣的 是呀 那天我好想好事地跟王太子說 說那件古董是鎮店之寶 是不可以賣的 但我聽到之後他就很生氣 他打了爸爸 我初以為就這樣就算了, 沒事了 但我回到家裡發現已經被人笑了 鄧騎士, 我就陪孫女經過道頭 誰知道就被個王太子看中了我孫女 說要我的孫女陪她去喝酒 我的孫女當然不肯 誰知道她硬拖了我的孫女去 你說她… 婆婆, 你先別哭了 然後怎麼樣?你慢慢說吧 第二天她回到家裡 她不是吊頸自盡嗎? 婆婆, 既然發生這種事 為什麼你不向原令告狀? 我有, 我有去衙門告狀的 不過她, 她說我孫女的死是自己的事 不關我王太子的事 你說怎麼會不關事 她也不知道怎麼做官 你沒良心, 你害死我的孫女 天啊 劉怨令, 這一宗很明顯就是冤案 你怎麼解釋 天啊 下官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元靈 愛慕王太子給你了 人來 是 將留元靈暫時收眼 班人, 我想知道你接下來會怎麼做 想不到王太子做了這麼多傷天害理的事 可兒, 不過你放心 我一定會討回這個公道 可兒 一個人這麼悶? 自從幸福客棧燒了之後 我整天都無所事事了 你放心吧, 幸福客棧不會就這樣就沒有了 我現在所做的一切 就是要為你們討回公道 怎麼可以?難道你忘了嗎? 幫了王太子怎麼欺負你法 難道你不想得到應有的懲罰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只不過我不想你因為我的事 而影響到你跟太子之間的關係 我不想你跟我報仇 表哥, 你試想想 如果一個人 墮了入逐世凡塵鬥爭的心冤 就會被名利權力所掩污 很難翻身的了 那這層你也放心吧, 可兒 王太子作惡多端, 殘害百姓 真是人人得而諸之 我所做的是為父皇, 為百姓所做的 我並非順為公報私仇 我還有信心可以做到公私分明 絕不殉私 真的嗎? 聽到你這麼說, 我也放心點 我叫廚房做些東西給你吃 是你最喜歡吃的白糖糕 謝謝表哥 你看看 讓你這麼擔心我會被細肉所染 其實我明白的 一個人開心 不是單靠金銀珠寶, 榮華富貴的 有時是一件簡單薄食的心頭號 就已經是最大的滿足了 你吃吧 皇后, 燉湯已經煮好了 麻煩你一點點 希望希兒她肯喝吧 這種湯可以幫她調理身體 香包是皇后你自己做的嗎 漂亮嗎? 漂亮 好香, 是甚麼 我放了草藥在裡面 這種草藥可以幫助希兒放鬆她的神經 你打算送給二太子? 丹兒小時候我也做了一個給她 她到現在還帶著起來的 我明白了 你跟二太子分開了這麼久 想補償回來 下輩馮洛人參與皇后娘娘 平身 謝皇后娘娘 反而我有事, 洛人大哥 大妹, 我想有件事我應該告訴你 我懷疑丹兒, 我懷疑丹兒要對付希兒 為甚麼會這樣 丹兒這陣子 不斷搜集希兒的水晶 準備交給皇上 丹兒 娘 娘 娘知道你還沒這麼早休息 所以特地找人烤酒心茶給你喝 謝謝娘 那一口是甚麼 這些全都是皇太子的罪證 只好聽父皇看見的話 我這麼擔保, 父皇一定會把皇太子嚴懲 看看 是呀 丹兒, 會不會是弄錯了 弄錯了?怎麼會弄錯呢 娘, 你看這一宗 生還的田主 只出當日皇太子出外狩獵 慕情百事就把人家用來耕種的牛耳纏殺害 繼而用一把火燒了所有田地 後來火洗波及田莊 燒死燒傷七男四女 田主欲哭無慮, 申訴無悔 人證也有了 娘, 你還認為會弄錯嗎 丹兒, 會不會是你皇帝 一時錯手想嚇嚇對方 誰知道就這樣就出了意外呢 娘, 人命關天, 怎麼會是意外呢 你不是自小交懈義 傷天害你之事不可作 大是大非要分明的嘛 現在我所做的就是替天行道 三寶寺, 打探得怎麼樣 他已經收入了所有證據 聽說控書捉了一尺之後 還說明天祖朝會交到皇上手中 真有此事 豈有此理 他真的趕得這麼絕 太子 站在這裡 你想怎麼樣 你以為搜集了這些無謂證據 交給父皇就可以把我治罪嗎 我跟你說, 你不能跟我鬥 你別忘了, 你捐過我父皇 你說甚麼 你鬥不過我, 想不想知道為甚麼 因為你這個野仔 你說完了嗎 還有你那位娘 要不然她在外面搞三搞四的話 又怎麼會把你這個野仔生生出來 真可憐 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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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個野仔 救命 成人, 死了, 死了 死了, 死了 死了 野仔 是不是野仔 說, 我要說, 叫你我說 我又說, 你說 不要 你再去死人了, 快去幫忙吧 你叫我贏了, 幫忙 我再去幫忙, 人來呀... 太子... 太子, 不要打太子 太子, 不要, 太子 太子, 被皇上知道就麻煩了 別停 你做那麼多傷天害理的事 明天等天收 豈有此理 霍雄這麼早叫聲神異 有甚麼事呢 你這個畜生在外面 竟然做出這麼多禽獸不如的事 枉你還是太子, 你是不是人呢 霍雄這麼早叫我上朝 就是因為這件事 你到底有沒有做過 你就是為了這個人來質問我 人證物證都記錄清楚 你還有甚麼話要說 就不叫你回答有還是沒有 有, 但全部都是罪該萬死的 明知道我是大宋的皇太子 都跟我作對 明明不把皇上放在眼內 放肆, 你還拿這些歪理來狡辯 我只是說事實 皇后娘娘家到 皇后娘娘家到 歐見皇后娘娘 總卿家平身 謝娘娘 皇上 皇上 欺兒武蔡犯了事 不過臣妾認為 皇上教子乃是家事 應該先請眾卿家退下 皇上也要重打四十大板 要重打 好 住手 皇上, 希兒的確他犯了事 不過他還年幼 不懂分是非黑白 錯就是錯在管教他的人 那皇后的意思就是是我錯了 是不是連我也要打 不錯, 人最抵打的應該就是你 要不然你管教不善 處處中庸和包庇他 希兒怎麼會做錯這麼多事 靜底二十大板應該由你承受 人家來, 帶他去打 皇上, 既然沒人敢打 就等下官來 今天朕只對你們略施懲戒 如有災犯, 朕就將你們廢為書民 還有, 從今天開始 沒有受的批准 不得離開婆公本部 朕還站著, 摸藥酒給我查 我猜不到父王說打就打 你還好說, 一天都是你 我早就教過你 做事要做得乾乾淨淨 不要被人抓住痛的 現在還來我 你猜我想的嗎?我也猜不到 父王會禮真的 母后, 現在連父王也相信那個死的兒子 你教我怎麼做, 母后 我怎麼知道 我現在自己也自身顏保 你不要再煩我了 母后 怎麼又是你啊? 熙兒, 你怎麼樣? 你在幹甚麼? 不如母后 替你查點藥酒吧, 好嗎? 你不用跟貓哭老鼠 我有今天 還是你和你的兒子很大怯 走開吧 打完我就拿一瓶藥酒過來, 多不宜 你怎麼可以這麼說呢? 正所謂打在宜心, 痛在良心 我屁 痛在良心 你記住, 我不是李先生的 你是皇上的兒子 也就是我的兒子 我又怎麼可以不理你呢 如果你有當過我是你的兒子 你就不會被那個乖子 和父王這樣對我了 熙兒, 你要知道自己 這次真的做錯了事 父王才會懲罰你的 你們母子還沒回來的時候 父王也不知道多疼我 為甚麼你現在的脾氣 會變得這麼大呢 熙兒, 母后聽宮中的人說 你小時候很乖很聽話 很喜歡幫人, 好好心裡的 你要知道, 你現在已經長大了 應該懂得分是非黑白 不是近妃教你甚麼 你就要學甚麼的 閉嘴 我不聽我母后說 難道聽你鄉下婆說嗎 你喜歡說甚麼 母后也不會怪你 不過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太子 將來要承繼皇位的 熙兒, 你一定要有仁慈之心 不可以恥強凌虐 這樣才可以做一個好皇帝 才可以做福天下百姓的 是呀, 好了... 不用假仁假儀, 太子 你這個乖子 遲早連我的位子都搶起來了 太子 好了, 母后知道你一時間 都很難改變的了 那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熙兒, 不過你真的要好好地想想 這十幾年來 你自己做的事是對還是錯 這支藥酒我就留在這裡給你 查了會不會那麼痛的 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不會再給他機會了 此仇不報, 燒我心頭之痕 我一定要殺了他 太子, 你是我凌文娘母子 他們母子已經回了宮 皇上對他有言聽雞重 我看不花多久 連太子的位子都會被阿丹搶起來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殺了他 你要殺阿丹 一定要殺了他 才能保住阿希太子的地位 我看你弄錯了 我看你弄錯了 為甚麼 你不要忘記 阿丹只是你親生骨肉 阿丹是我親生 他是你親生 他是你親生 體內流的是你的血 可是如果他做了皇帝 你就是皇太后 你就是皇太后 要殺死你 皇太子, 皇太子 你去看看 那不合奴才陪你摘色仔好不好 不合奴才陪你摘色仔好不好 不合奴才陪你摘色仔 沒甚麼新意 沒辦法 皇上說過不讓你出宮 不合奴才陪你喝酒 和你?有甚麼好喝 不是, 太子…我奴才陪你 奴才參見皇后兩娘 參見母后 你們全部退下 是 聽說那個女人去找過你 是呀, 他拿一瓶藥酒給神二 貓哭老鼠 他肯定跟你說了很多事 還教你做人的道理 這個女人心腸很毒辣 你千萬別相信她說的話 你父王已經被他們母子 迷得溫溫溫溫溫溫 信浪他們 我們快沒有扔棋了 正所謂人不畏己, 天誅地滅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剷除他們 你幹甚麼 你到底有沒有聽我說話 我很煩 你別哆哆哆哆, 行不行 你給我站著, 你去哪兒 我想一個人靜靜靜 楊兒 你別又來煩我 我不是來煩你, 我只是想跟你聊天 我知道你想跟我聊甚麼 又叫我做好人改過自身 說來說去都是那三副屁 有那些新事 我告訴你, 都是為你好 為我好?還是為你自己? 我知道你打甚麼主意 你想拉攏我, 讓我聽完你的話 到時候就甚麼都教了給你 連將來的王位都相手奉送給你 為甚麼你會這樣說 你說我有沒有說錯? 這些說話是不是近妃教你的 近妃教你的不是每樣都對的 你現在應該要自己懂得判斷是非 不是每樣都要聽她說的了 我不許你再詆毀她 我只是說事實 你們兩個一人說一樣 都不知道誰真誰假 煩死人了 聽那些公女說 說這個湖的魚是你小時候養下的 他們還說 那時候你很有愛心 我很喜歡小動物的 其實你本性是很善良的 你別再說了 我不用你提醒我小時候怎麼樣 你又發甚麼瘋 魚本來應該在湖裡 我只是想幫他回復他的本性 就像我想幫你回復你的本性一樣 好多人都會認為你沒得救 不過我不相信 因為我知道你根本就是一塊保育 雖然現在是髒了一點 不過絕對可以抹乾淨 回復他本來的光輝的 你真的幫我? 只要有決心就可以從頭來過了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你們兄弟和母 我已經叫丹兒來 他會來? 到時候你們就可以平心靜氣地談談 發解你們的誤會 我和那個鄉下姐沒事談 他害得我這麼慘 我不想見到他 希兒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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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令你憨憎我 來看一次清楚 好嗎? 是我不懂得氣憎 是你不懂我的好嗎? 仍然相信